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各位同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志愿哥 今天是11月14日早上10點 那同志朋友, 加全指數這波多頭行情呢 志愿哥可說是幫大家完整掌握到 從9月5日這根跳空站上季線開始 我們就跟大家講 這邊只要9月5號缺口沒有封閉的話 那加全指數就會站在多方 所以這邊沒有封閉缺口 你都要站在偏多方思考 那可以看到這邊走了 這邊將近兩個月的多頭大行情 那這邊來到行情來到這邊 國慶年假過後 我們跟大家講 接下來你只要注意兩個重點就可以了 一個是外資的買賣超形形 一個是新台幣的匯率走勢 我們跟大家講 這在國際熱錢的資金泛濫的情況下 加上了海外資金的回流 目前的新台幣呈現一個升值的進行 熱錢湧入的情況下 外資持續買超的情況下 這盤就會維持著一個強勢的格局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從這邊9月5號開始到後面這邊 中哥是完整的幫大家掌握到這個多頭行情 但是但是但是 11月11號這根長黑K呢 中哥認為會非常的關鍵 我們常常跟大家講 這一根大漲或是一根大跌 往往是代表方向即將轉彎的 所以11月11號這根長黑K 我們跟大家講 這邊三日內不能儘快有效站上高點的話 那這個盤會開始面臨很大很大的風險 那你可以看到今天已經算是第三天了 三天都沒有站回這個11月11號的高點 那這代表是技術線型已經開始呈現偏弱了 技術線型呈現偏弱 我們可以看到已經開始跌破十日線了 所以接下來會很關鍵 萬一一旦的月線也跌破 月線的位置也跌破 那這邊的缺孔也跌破的話 那這邊的行情就要開始準備向下 向下回測季線這個位置 所以目前的盤自動哥認為這邊有很大的風險 這邊的投票 這邊如果你只是做多的話 可能要稍微保守一點 或是你可以像自動哥這一樣 這邊開始來慢慢的打空單了 那在先前我們要大家留意的兩個數據 就是外資的買賣超形形 還有這個新台幣的匯瑞走勢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昨天有了不一樣的變化 昨天外資終結連22買 昨天是首度賣超 你可以看到過去這邊外資一路買 那是不是像我們跟大家講的 只要外資仍然是呈現買超 那新台幣仍然是呈現升值的前行 那這個盤就會維持著一個強勢的格局 那昨天是首度賣超 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這新台幣的獲取走勢 昨天是轉升為貶 昨天是首度 新台幣昨天是首度貶值 那總共認為這兩個訊號同步的翻轉 那這邊就有意思了 首先只是第一天 那接下來我們連續觀察幾天 一旦這個態勢持續的話 那這邊就要開始小心 這個我們剛剛提到的月線跟缺口會不會來 月線跌破缺口封閉 那這邊就要開始向下回測這個季線了 所以這邊季線跟月線這邊的距離很大 所以這邊修正幅度勢必也會很大 所以一些高頻價格股會面臨到很多的很大的修正壓力 好比說我們先前有跟大家提到的PA族群 等一下我們再來追蹤一下PA族群 所以家運指數這邊總共認為是有風險的 做多投資朋友這邊你要開始小心了 在上個禮拜我們就已經開始提醒大家 這邊你可以先將多單給獲利減碼 獲利減碼拿回現金等待下一個 等待下一個趨勢的行程 這邊要嘛是要嘛是做多要嘛是做空 但是目前看起來的話 形態上已經開始慢慢的偏向保守了 那至於說為什麼這月線這麼重要呢 我們來看一下貴買指數 貴買指數呢你可以看到 回測上搖月線之後反彈無力 然後呢就是跌破月線 跌破月線呢就是回測這個季線 回測這個季線 目前呢是在月線跟季線這邊呢 附近來回震盪去做游走 那一樣的如果沒辦法再過高的話 那這邊呢總共認為這邊游走游走 最後季線開始走平下彎 那一旦跌破季線的話 那這邊行情呢就開始呢會有個比較大的修正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總共認為這邊風行呢已經開始慢慢加大了 這邊你一定要開始準備好去做空 如果你還沒有做空的交易工具 總共認為這邊呢你可以開始慢慢的去把這些工具呢給開起來 因為總共認為接下來會有一個大行情 這大行情會有多大我們可以看過去的例子 過去什麼的例子我們常常在跟大家講 這個選錢呢這個那支主力呢 因為不確定因素會開始呢慢慢撤退 全市場都在跟你講說這邊拉回找買點 但是拉回真的只能買嗎 難道市場上沒有其他新造嗎 那全市場都在跟你講這邊是選舉行情不用怕 但是總共要跟大家講選舉行情不是只會漲而已 這邊一定會先跌一波 因為呢這邊先跌再拉 先跌下來 先跌下來股價便宜要拉的話才比較容易拉 所以這邊呢我們可以看到 在過去2012年2016年甚至去年的這個地方選舉 這邊的跌幅都相當的重 2012年的總統大選跌了2000點 2016年的總統大選也是跌了2000點 將近3000點 那甚至呢這個去年的地方選舉就跌了1400點 所以319槍擊暗奏內支主力呢這邊每逢選舉呢都會提早賣股 那我們來看到這一波行情我們也曾經跟大家講 這邊呢主要是外資拉抬台電拉抬紅海 拉抬全支股這邊要向上推升 但是內支主力呢跟進的幅度呢並沒有太大 那我們從這個貴買指數這樣的走勢來看的話 這邊內支主力的確有在測退的現象 這邊呢貴買指數呢是比加權指數還要弱的 所以綜合以上來看 外資呢已經開始在賣超了 那這邊呢新台幣轉身為貶 這張內支主力看起來有在測退的現象 所以這邊的行情你一定要好好盯著 因為呢這邊會有一個大行情的產生 那如果你錯過這個大行情的話 那這邊的下一波大行情就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了 因為每一波的行情行程都是需要時間的運量 目前時間跟空間都有了 就看這個Party什麼時候關燈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一些個股 那個股上面呢我們一再跟大家提醒了 PA族群你要好好留意一下下修本益比的風險 那目前形態上的中哥認為 形態上還沒盤出一個頭部 所以這邊呢我們不會進場去做空 當然這邊呢我們更不會想 進場去追價做多 目前呢中哥會留意他的營收變化 一旦營收沒辦法跟上他目前的 目前的平價的話 那接下來就很有可能是一場災難的開始 就好像五月那一波 五月那一波 我們放空了3155帽跟2455的全新 這邊呢都有獲利兩成到三成 有沒有沒有想到放空也能賺到三成的獲利 這是你沒有想到吧 所以這邊你不要排斥放空 中哥呢是多空雙項 當行情呢對多方有利的時候 我們就是往多方去做思考 但是目前盤面中哥認為 這邊呢空方的利潤呢會大於多方的利潤 同時呢多方的風險呢會大於空方的風險 所以這邊呢要好好去做留意了 所以PA族群呢中哥建議 你手上有多單呢這邊呢可以先呢先行拔檔 那至於PA面臨了什麼的風險 PA從五月五月下殺一波之後 然後這邊走一個大坡頭 最主要是首 呃受惠這個中國呢去美化的一個轉單效應 那目前呢中國已經傳出了 他將部分的電子零組件 國產化 所以PA族群這邊受惠的這個去美化的轉單效應之後 接下來會面臨國產化的一個考驗 那先前呢這個中國請國家之力發展的產業 包括LED或是面板甚至是太陽人呢 我們可以看到最後這產業呢都變成產業 好慘的慘 所以這邊PA你要好好去做留意 那中哥這邊會等到呢等到他有個頭部現象的出現 那頭部現象出現呢我們再看一下3630的新巨客 你可以看到目前是一個很大頭部 目前就是大頭大頭下雨不愁 這個大頭部呢然後這邊又有效跌破 中哥這邊空單呢會持續報警 那這邊 那這邊 或許你問說那這邊還可以切入嗎 這邊呢加入群組啊或是加入這種哥 及時的買賣點這種哥會帶著大家 反彈加空還是破底加空 這邊呢加入你就會知道了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昨天有提到橫向整理呢突然來一根的都要特別留意 那昨天呢外資呢是大賣了近萬張 所以這邊呢這檔個股呢你也要好好去留意一下 這邊呢橫向整理過後突然來一個都代表是很有可能是一個頭部的行程 在呼籲我們剛剛提到的只要是大漲或大跌 那一根K線都會非常關鍵 因為呢這代表有可能是轉折形態的出現 那轉折也有可能是會投票你會問說這邊會不會是假突破或是假跌破 這種哥要跟大家講的是當然是有可能的 因為機率大不是絕對 機率小不代表等於0 但是我們往機率大方向去做前進 這邊長期下來大賺小賠 這樣整年的獲利就會遠勝於其他這邊小賺小賠的一個操作手法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檔個股呢中哥認為呢 你也要留意一下下修本益比的風險 那這個族群呢中哥認為呢目前呢 已經在高檔這邊呢季線這邊開始做震盪 那季線一旦開始慢慢走平下彎 那這檔股票呢也會開始面臨下修本益比的風險 所以投票你有這檔股票的多單的這邊要開始留心的 那想做空的這邊一樣趕快加入我們 中哥這邊呢當一個態勢行程之後會帶大家進場去做放空 那再來我們看到這邊呢中哥還要跟大家講 這邊大漲大碟對順勢交易者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訊號 所以我們今天加了一些空方部位 那這些空方部位呢中哥有在群組上面與大家做分享 那今天加空的這個部位呢也是一個很大顆的頭部 想知道的朋友這邊加入群組趕快來鎖定這檔頭部大空彈 所以這邊中哥還是要提醒大家這邊有風險的這邊做多的有風險的 但是對做空來講對會做空的來說這邊呢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什麼樣的什麼樣的機會財富重分配的機會 所以這邊中哥從5月的空單驗證到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多單 這邊我們一路跟大家驗證那接下來這個轉折點你就千萬不要再懊惱了 常常有人在問說這邊還可不可以做多這邊還可不可以做空 每次都是等到行情過了火車過了才在問說還可不可以追 所以這邊中哥邀請大家加入我們影片下方都有相關的表彈連結 這邊中哥歡迎大家加入帶大家賺這個空頭的大行情 那這邊也請大家持續鎖定中哥的FB股企銷子或是Lite股東人生 中哥在上面會有些急時的多空訊息呢與大家做分享 好比說今天的一個空方標的中哥這邊認為一個頭部已經形成了 那就歡迎大家加入我們下次見囉謝謝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奇效不保障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生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